好可憐 嗨妳的媽 不知道要買什麼禮物 什麼禮物 送禮物也太用心了吧 好 我告訴你 最近呢 有一個我非常欣賞的男生 我只是無意間 提到家裡的牙刷都用完了 沒想到 他竟然送我一整組高級電動牙刷 由此可見 他是多把我的話放在心上 你看 女生講過的話他都記得 這件事就超加分的 我只能用手動的 好好 但是有另外一個男生 他某天突然拿著一整組的電動牙刷 說是精心挑選的一個是要送給我 他還沒經過我同意 就碰了我肩膀 送電動牙刷這是幹嘛啊 洗我牙齒黃是不是 嘴臭也不能這樣送你吧 這兩個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有一樣嗎 不一樣 對啊 我剛剛講的是兩個人 兩件事情 完全可以 他超多不一樣 OKOK 隨便隨便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 啊 那不然這個好了 上次他送我一個可以變成小熊的金針 我都被融化了 不用的時候還可以塞塞塞塞塞 然後變成一隻超可愛的熊 你說是不是超貼心的 好帥喔 你都有這種好男人的 但也是有蠻糟的時候啦 殊不知 我又在走廊被那詭異的人賭個正著 他手裡拿著一坨像屎一樣的小熊金針 說小熊會陪伴著我每一天 小熊金針耶 我又在幹嘛 我像是會裝可愛的人嗎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不是跟剛剛一樣的事情嗎 就是 他送兩個一樣的東西耶 不一樣啊 完全不一樣 真的都不一樣 還好 告訴他 不一樣 聽懂沒 不一樣 不一樣 簡單一點的 簡單一點的 像是 卡片 那天 收到他寫的卡片 我都能感受到他是帶著 滿滿的愛 一筆一畫寫出來的 但是也是有很不OK的時候 我收到一封來自鬼異男的祝賀信 與其說是祝福 我倒覺得比較像是來自地獄的詛咒 鬼才要手寫卡片啊 我用這個幹嘛啊 自己知道他自己有多醜嗎 超醜的 我就是想吐 我覺得他應該是變得太多 我覺得他要暴擊 OKOKOK 好啦 我自己想辦法 好啦 謝謝 我自己想辦法 欸 我剛剛講的你不清楚嗎 沒有啊 我覺得你很聰明啊 各位我巨細迷 照細節這樣解釋一下 男生真的都笨 笨 你們兩個進行怎麼樣 今天Ryna送我兇兇兇 墊到牙刷還有卡片咧 喔 蠻貼心的啊 對啊 真的超級 爛 噁心死了 唉 就是些啊好不好 我還不好意思告訴你咧 什麼東西啊 明天要跟他分手 啊 咦 人醜就算了 算了 帥了 帥了 哈哈哈哈